108年国发会推动的地方创生定位地方的创生为国家安全战略层级的国家政策 20号的上午花莲县议会就举办了地方创生业者与花莲县政府各单位进行双向沟通 期盼能够解决业者所遭遇到困难 花莲县议会20号上午举行地方创生专案会议 由赖国祥议员主持徐子芳、简之龙、李正文、吴建之议员都到场了解 地方创生的困难 对于县府致力于创造幸福花莲以及武进的概念 单靠县府推动与规划 却让喜爱自己村落或是部落的地方组织 深掘这样的发展 让村落在地方创生时遭受到资本市场的垄断 青年想要回乡也就根本无法可行 希望我们地方民间团体跟花莲县政府地方创生的局处首长 做一个双向沟通的交流 不管是在财政投资、财政资源、资讯资源、人才培训 还有社会参与创生、品牌的建立、法规的调试之外 我们希望花莲县政府在地方创生的部分 能够实质上去亲自拜访、亲自主动协助地方 所以未来我们除了了解 民间团体除了了解我们地方创生的平台是行政研考处之外 第二件事情我们希望花莲县政府一定要亲自主动 把这个地方创生的实质性、未来性做到位的动作 县福一级主管在沟通与讨论探讨时 普遍对于推动地方创生相关政策与协助都有所规划 地震处长就指出目前正在推动的国土计划 其中的子计划、乡村整体规划 就是希望对乡村土地发展做适度的活化与运用 我们现在目前来做所谓的乡村地区整体规划的时候 在这个光户乡、乡村地区整体规划 部门、中央部门计划、地方和部门计划要走进来 他们要需要一些资源 在以第一次出来讲的话 就是说配合才会活着计划的处理 如果这个地方,这个土地的规划 需要各部的事业主管其他人的一个政策性的东西 当然我要配合这种相关处理 比如说这地方需要一个产业 但这边有一个产业用地的发射 当然需要有 比如说是农村再生条例 我们比如说它这个里面第19条规定 这个公共土地如果再也显示公共土地 或者说地方的门会、渔会 或者说无影事业单位 这样子里面有一些显示空间 可以配合这个相关的这个农村再生的相关处理 作为适度的活化运动 召集人赖国祥议员就表示 请花莲县政府成立地方创生行政协调平台 协助提案到执行的过程 各项跨公司部门以及机关的协调工作 落实县府与民间团体主动连结的执行 记者临结花莲县市采访报导 协议员就与民间团体主动连结的执行者